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天面前 想夜里这样英雄好陈 夜里比 夜中挥洒浪漫时宜 东方纵了 太阳山了 夜满浮世全刻在岁月的印记里 千条路 风雨里留下将君足尽 一群人 我中怀着和平齐景 东方纵了 太阳山了 天暗几方 还在民族的雪流里 我 夜满 陷入了生命 你是一座宝贝 太历史的山海 荡荡清明 我 夜满 永远的生命 你像夜之花枝 在你我的手中 接力传结 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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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我给你换完药以后 你就不用老裹着纱布了 天气太热了 老裹着纱布 不易于伤口的愈合 我的伤口是不会愈合的 只要你接受治疗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只不过有一个快慢的问题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不懂我说的话 我是护士 你伤的情况我比你更清楚 你治愈得了我身上的伤 但是你治愈不了我心里的伤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伤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也都会愈合 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你是真心想帮我 我很感谢你 但是 我们的追求不同 我劝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都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权利 我的生活 已经不会再美好了 所以生命 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你太悲观了 咱们两个人同岁 我比你大两个月 我总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长大 还很年轻 我总觉得 我还有很多的希望和追求 我们有我们的父母 有我们的兄弟姐妹 有老师 朋友 同学 难道他们 就不值得你去留恋和爱吗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 也许吧 也许 我真的没有你那么懂爱 我也没有像你那样 有那么切身的体会 但是我总觉得人世间 还有更多的情感 值得你去珍惜 我想我的说法你不会反对吧 不愿意 余风离我远去 今生今世 我都不会再有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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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时日去爱别人 你可以时日去爱别人 在爱情问题上 你简直就是个白痴 对不起 我不想伤害你 我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只是我刚才说 让你去爱别人的意思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不想处伤你 这样吧 我们出去走一走 晒晒太阳 跟大家在一起 也许心情会好起来 你也喜欢花 当然 爱美是人类的共性 尤其是女人 对美对花更加地敏感 尤其是这种花 它是草本植物 生命力非常地强 品质高洁 所以你跟我都喜欢 同志们 正义了 下面有请我们的艺术家 李大老同志 我们唱一支声歌 掌声鼓励 好 好 压了肚子 说了这样 三道都来 怎么结了面面容易 黑暗了花花难 一个在哪 在哪 在哪 一个在哪 一个在哪 咱们拉不上个花花 哎呀 我一招有个手 水里头那个情不过 爱情不过任何水 在哪 我一招有个手 我一招大 云 跟佛 来 天的小 那 Và 爱 山北的路遥够 无辜里那个香不快 爱 爱 也那小米饭 十三年的歌星天又爱又又又 爱 长风来的阳天 心里头攒不能忘的是爱 爱 是的 好 好 到 到 再来一个 好 我们该走了吧 好 马俊勇 到 走 跟我回教导院去趟旅部 是 营长 是有新任务 有啊 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战士们吃好喝好 训练好学习好 一句话 休息好 是 至于将来的任务嘛 那肯定是会有的 首长们是不会让胡宗南睡大觉的 走 小孩 你干嘛 我问你 那天来送魔的那个老头 是谢虎师什么人 那是李大爷来看谢虎师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问啊 他和谢虎师是什么关系 居民关系呗 那那个营长呢 就是那个来送什么红枣 花生的那个 那就是我们营长 我是问啊 他和谢虎师是什么关系 同志关系嘛 你咋不相信啊 你还小 你不懂 我不是孩子 我是大人 你是大人 就你这样 是大人 有啥好笑的嘛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啊 谢虎师 他说我是娃娃 是吗 那你觉得呢 我当然是大人了 对 你是大人 他还问 说营长跟你啥关系 那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是同志关系 你回答他对啊 我们是同志关系啊 好了 你的衣服洗干净了 我走了 哎 赵导员 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 到时候你得跟着我说话 不许你打横炮 哈哈 行 这事是你提出来的 我是总支书记 我支持你 当然 也支持我自己 那万一旅长只同意我们两个下来一个呢 这还用说 当然是我下来了 你看你看 我就怕你打横炮 这还没到地方呢 你就给我打上横炮了 你的大名在军内的通讯上写着 要是人家问起来 你连个一等功都没有 岂不是让人 说我们总支部的闲话 我告诉你不行 行 这件事是我提出来的 我有优先权 你是银长 你得为全营的荣誉考虑 不能只考虑自己 教导员 你跟营长不都是一等功吗 把全有 这没你的事 教导员 教导员 给我回来 旅长 你们来得正好 省得我派人去找你们了 有任务啊 什么任务 打笼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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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二八 我刚从西叶司令部开会回来 正准备通知营一场干部过来开会呢 旅长 我们营的任务是什么 是啊 给咱们先透露透露 让咱也高兴高兴 对 你们营不去农东 不去农东 西叶司令部 要冲你们营 去掩护野战医院转移 到时候 地方游击队会协助你们 旅长 你说过我们是独立营啊 那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战斗部队 那咋能整天和那野战医院交合在一起呢 这就是上级教会你们的特殊任务啊 这就是上级教会你们的特殊任务啊 你这叫啥特殊任务啊 我不干 大友 有话好好说吗 那我们是野战军 那是打主攻打硬仗 整天跟这野战医院在这山沟沟里打转转 这叫啥 杀机用牛刀 赵大友 你怎么说话的 你还是独立营的营长啊 你们是野战医院 人家就不是 上级让你们掩护野战医院转移 说明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你跳什么跳 他杀机用牛刀 我看你啊 就是思想里头有骄傲自满的情绪 以为自己立功了 赢你立功了 就了不起了 就要干大事了 你瞪什么眼 我批评你批评错了 我接受批评 但是我请求首长 考虑我们赢的意见 王尚德 你什么意见 上级的命令 我们坚决执行 你说过你不打横炮的 大友 这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 旅长 我们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你还汇报啥汇报 这都成了游击队了你还汇报 你 果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 脾气还真不小啊 大友 王尚德 不要管他 一会儿啊 他就得找我承证错过来 大友 部队已经集合好了 就等着你宣布作战命令呢 我不去 你去宣布吧 笑话 作战命令你营长不宣布 要我教导员宣布啊 那这样 我去跟大家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是营长 你是教导员 行吗 你敢 没有旅部命令 我当然不敢了 走吧大友 战士们都等着呢 走 你让我咋跟战士们宣布啊 我就说 上级要求我们独立营 和游击队一起 跟野战医院打游击 这话我怎么说的出口啊 知道的 说我为了这事跟旅长闹翻了 不知道的还不得说 我这儿当营长的没本事 咱们得争取一下 命令都已经下达了 还怎么争取啊 动员战士们先血书 你我都要写 全体战士都要写 我就不信感动不了首长 你这简直是糊涂 我怎么糊涂了 我说你啊 就是一个糊涂蛋 周大夫同志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命令都已经下达 各部队在准备行动 你还去找旅长 还有先血书 你这营长还像不像干啊 汪坑德 这旅部打我的横炮 我这账话没给你算呢 你以后再敢用这种车子 跟我讲话 别怪我跟你斗我 我为谁人来打仗 为谁来打仗 唱 我为谁人来打仗 为谁来打仗 我为谁人抗起枪 为谁抗起枪 为谁抗起枪 去 战役之后 队役之后 张杆斩 张权斩 是 报告营长 全印几何案面 同志们 收起 吕布命令我们独立营 掩护野镇医院 想按赛一杯转音 啥 不是要打笼子吗 我们可是野战部队呀 老虎哥 那你说这事小花知道了 我可咋跟他说了吗 我 这 我 行 别撤撤 下面 请教导员 给大家讲讲作战意图 同志们 稍息 刚才 营长宝作战意图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掩护野战医院 向安塞以北地区转移 大家不要以为 跟随主力打拢东 就意义重挡 保护好我们的野战医院 责任一样重挡 但凡受个伤的同志 哪一个同志 没在野战医院治疗过 那你现在 还有我们赢的同志吗 当然 还有谢胡适 和巧花同志吧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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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战医院 大部分的重伤员 已经疏散转移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伤员 需要单架队 抬着行走 行动是快不起来的 因此 就更需要我们 保护好他们 保护好野战医院 就是保卫延安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请您让一下 谢胡适 小船三 表真 我跟院长说好了 一会儿你坐马车走 我为什么要走 小橙子 一会儿你也坐马车走 我不坐马车 我要自己走路 行 等你走累了再坐马车 我是不会累的 营长 营长 教老员 营长 教育长 教育长 您俩怎么来了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 院长在吗 院长 部队的同事来了 小剑 都还顺利吧 一切都挺好的 教育长 王教队员 你们过来了 院长 别动 院长同志 等一会儿出发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连 跟在你们后面 其他的部队 都在你们前面 这还有什么 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到时候 咱们多联络 院长 转移行动要走夜路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放心吧 我们又不是 第一次走夜路 小橙子 到 谢护士你要看好啊 放心吧 营长 这儿有我呢 教育员 那我们就走吧 院长 那我们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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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油 到 林陵墓队原地见面 看 原地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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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 原内核不开天内核 我 这教导员都说过了吗 这核都是开的了吗 报告彭总 二宗独立营正在执行 要出任务 狗大友 看你的情绪有点不高啊 报告彭总 我 我 你们 可是响当当的野战部队呢 这杀鸡干嘛用牛刀呢 用鸡刀不就行了吗 不 我知道我错了 知道错了就要改 而且还要改成个样子 一战医院的 医护人员 都是技术医院 是我们的宝贝 要是有个一插二插 我可饶不了你 请首帐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事务 哎 王朝在哪 他在后边 你呀 好好向人家学学 哎 别动不动 就摆老革命的架子 是 来 走 走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啊 尤其是你 刚才首长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能跟教导员讲 是 是 可以下组织的 一 二 三 走 好 来 小绳子 警长 小绳子 累不累 不累 谢护士 咱们翻过前面那道山 再爬两个坡 到了河沟里就可以速赢了 那边比较隐蔽 放心吧 我们不会掉队的 是不是啊 同志们 是 一会儿到了那儿 我给你检查一下山口 没事 谢护士 都快好了 二牌子 跑步先进 跟我前面去侦查一下 走 走 快 闪关于队 小心 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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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加之王 别看了 快下来 快 快 快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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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我们的两个连呢 在东面的山沟里 还有两个连 就在这西面的土梁上 南面有我们游击队的两边 野生医院 自重队 单架队 就都在这里了 安全措施应该是没问题 好 如如可能 我们就在这儿 多休这么几天 部队同志 和游击队同志们 实在是太疲劳 没什么 我们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 明天我带人 想办法弄些粮食来 据侦察的同志回来说 野人的搜索队 离这就百事里地 如果要过来 就一天的时间 所以 我们还是要做好 随时转移的准备 郑伟 您看还有什么说的 西方林同志受伤矫重 是不是怕专人忽略 对了 还有那个疯婆娘 我看得找人看着她 要不要我们派几个战士过来 我跟小夕已经说了 可她不同意啊 这事不能听她的 你们院领导得哪个主意啊 大勇 小夕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认准的事 谁说了也没有 况且 医院的伤位那么多 还是请医院领导 全面考虑吧 周院长 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会处理好的 小夕睡着了 你们先回去吧 小肠子跑哪儿去了 警长 教导院 你不在这儿好好看着 你不瞎跑着 就是让我打水去了 小肠子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我知道 待会儿小花忙完了 我让她过来陪着 你们就放心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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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珍 苗珍 洗脚了 西湖是说 你走了一天路 要用热水烫脚 苗珍洗脚了 西湖让你洗 小成子 我给西湖是做的面条 都吃了吧 吃了 她刚吃完睡了 你可得照顾好她 嗯 别再让这个疯女人 再闹事了 谢估许说 苗珍不会再自杀了 来 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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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珍 现护着 让你洗脚 不许你碰我 你 尽快槽 你想自己的 一秒针 谢护士说 你今天走了一天路 得用热水烫酒 这 这地上宰这么多水了 你描着这洗甲了 到底是什么 教导员写什么大作呢 写日记 你这是干吗 我可告诉你啊 偷看别人日记 这可是道德品质问题 就是本日记嘛谁又是没有去 那这样我的你可以看 把你的你给我看行吗 我的日记给你看 那上面都是心里话 我爹我娘我都不给 我给你 就是嘛 你的都不给我看 那我的也不给你看 你那些破事谁心狠狠 我跟你说啊 我去一趟野战医院 那不行 一伙要开排山干部会 你得主持 开会你主持不就行了吗 不行大友 你是营长我是营长啊 我什么情 我说你没事 牢牢野战医院跑啥 这什么啊 我怎么没事了 这什么啊 营里面的战士 那直到谢护士受了伤 要表示一下慰问 把自己的死货都拿出来了 我代表战士们去慰问一下嘛 派两个战士去不就行了吗 非得你去啊 行 好好好 那就派王老虎李良旺去 派王老虎时间关键墙 李良旺准备让他看看小花 我看行 这小子打盘弄表现还不错 还立了比你能功呢 大友 给我 这可是我的日记啊 对啊 大友 今天 给我 今天是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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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山 你看啊 看咋样 看咋样 咋样 不咋样 啊 巧花又不在你搜集茶呢 啊 啊 我练的身体 我又不是给巧花看了 我是给我自己看了还不行 李大王 啊 山中无老虎 你好在成霸王啊 是不是啊 啊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姐啊 我什么意思啊 就你这小身板能跟老虎哥比啊 我还什么意思 是不是啊 是 王老虎咋了 那王老虎 不就个儿比我高点 肉比我多点 一身蛮力气 他有我聪明吗 我跟你说呀 王老虎 哪儿呢 哪儿呢 哎呦 哎呦 你吓死我了 李大王 哈我干啥 李大王 你哪儿找你呢 又骗了 找你有事呢 真的真的 啥事啊 好事呗 真的 真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敢骗我 回来我踢死你 我走了 啊 老虎哥 营长找我有任务了 李大王 给我啥主要任务啊 李大王 你怎么连报告都不合啊 就就往里冲啊 哦 不够 李大王起来报告 来 施车 你和王老虎 你们两个代表咱们赢 去野战医院看一下谢护士 行吧 顺便再聊聊你那个心愿 跟巧花见个面 说说话 营长 那这个任务 你还是交给别人吧 我说 你这个人 你咋回事啊 啊 上次巧花得爹死了 你是哭死哭活的要见巧花 啊 后来让你去了 你要不去 这回都近在眼前了 你还躲躲闪闪 你搞啥鬼 营长啊 那上次是我太出动了 我没想好 我和巧花不是有个约定吗 啥约定 李大王 打完盘龙不是给你立功了吗 是立功了 可那只立了个别等功吗 那你还想立几等功啊 当然是假等功了 就算一等功也行啊 那你说我立个别等功 你说我咋交代了吗 假等功是你立的 啊 你有宁静山那两下子吗 营长 那你要说这话 我就觉得你不对了 啊 你总跟我们战士说 你说啊 咱们战士们 身卵子身马要出去溜溜 对不对 那当时我非要往上冲 那营长 教导员他非不让我往上冲 那你说我就算有两下子 那我有十下子 那我也不好使吧 哎哎我说李大王 你又没练过抱伯技术 当时那种情况 我能让你上吗 我是没练过 李大王 你走是不走 我我跟游长说话了 就你事多 快走 李大王这个二不愣 就得王老虎来瞎了 可好吃呢 谢护士 听说你病了 大家都很担心 你要好好养伤啊 哦 谢护士 还有这个 你看 这是什么 这呀 独自大家学文化写下的 还有我写的了 你看这儿 谢护士 祝你好嘞好嘞好嘞 大王 老虎 回去告诉大家 我没事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还谢啥呢 小花 小花 大王 你就不是个人 我 你才才来吗 小花 我不是不想来 我 是我害怕的 你 小 小 我快快追 小花 小花 快去啊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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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想来看你 是 是 是我只立了个别无等功 我可没脸来见你吗 疼疼疼疼疼 你咬死人了 是 你喊个声 你想把人都喊了 不是 可是说你轻点咬疼疼得很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把人飞机炸死 就我一个人在坟上烧纸 你都不来看了 我不是不想来看你 是咱俩的那个约定 你说我不立家等功 不让我来看你 我只立了个别人等功 我没脸来嘛 再说了 那天我一个人在山河浪浪上 我冲着咱家的方向 我给师父磕头 我使劲地磕 使劲地磕 你不许叫师父 那你叫啥呀 要叫爹 叫爹 对对对 你说叫啥就叫啥 你可不敢咬我个嘴啊 我这嘴还要吃饭了 傻子 我又不是个疯婆娘 又怎么了 这次不算数 下回 你还得立个假等功 是 乔华同志 我把这发承让我 所以我要的 真感对不起你 谁让我爱的是一位军人呢 十年前我们刚恋爱时 日本人来了 你立下誓言 说不打败日本人 就坚决不结婚 日寇投降了 总裁劝你结婚 你又说 不打败毛泽东 不解放延安 你也不结婚 我一直在等待你的胜利 这一等啊 就是整整十年 你看我 都快等成黄脸破 活了吧 清真 让你受委屈了 跟你的胜利相比 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到底是 留学美国的女博士 这跟女博士 可没什么关系啊 主要是快乐原则 能分享你的胜利 比什么都快乐 下斩啊 从今后 我保证 补偿欠你的所有的情 宗南 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 对了 你打算 什么时候回前线去啊 我只是想啊 多陪你几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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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 好 好 好 小长 今天的婚礼只能是这样 纵楠 能在教堂里燃起结婚的蜡烛 我已经很满足了 部长官 您的电话 什么事啊 纵楠吧 校长 纵楠 你的婚礼我不能亲自参加 现在又打断你 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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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